作者,蓝胖,一个肥而不腻的70年后老男人,喜欢研究无厘头的历史,推出民国系列,古代系列,戴国系列,诗词故事系列等人物,历史故事,为民烹炒煎炸有料,有趣,有味道的故事会,简书签约作者原创文字,转载授权请联系感权经纪人,非授权谢绝转载,可以转发彭心有心圈哦! 他的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的散文诗词留记,共计4000万字,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更是最畅销的作家,有民国大众马,民国第一写手的称号,老舍评价他为国内唯一副卢皆知的老作家,鲁迅的母亲也是他的忠实粉丝,每次听说出新书都会要鲁迅给他买,副卢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国家领导,都是他小说的粉丝,他还曾获得毛泽东单独接见, 谈论关于如何写爱情小说,据说聊了二个多小时,他专注写言情,不参与政治,有一次,张学良曾亲自邀请去做文学顾问,热心一百大洋,不必亲往,大名领心,他以君子部党为理由婉拒,他一生有三段婚姻,对于他而言,剪两段不圆满,第三段才是自己想要的,他有改名的癖号,不仅为自己改,没许一个老婆,还要为对方改名, 他是原谅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是军粉饰家,皮肖因缘的作者张恨水,张男女张恨水,01-1895年5月18日,张恨水在江西上饶出生,读集安徽前山县,原名张秦远,他的祖父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父亲也武功过人,在军中达理纠武,主要任职地点是江西上饶, 从年时期,张恨水不爱读四十五经,偏爱年轻小说,对《红楼梦》、《西香记》、三国等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张恨水读《红楼梦》时,尤其喜欢其张回体的写作手法,这对他以后写通俗小说有很大的启发,1903年,张恨水八岁那一年,他的祖父去世了,1914年,张恨水十九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因疾病而亡, 父亲去世后,这个大家庭陷入了困境,年少的张恨水四处漂泊,去南昌,去汉口,去常德,去上海,或进学堂补习,或为小报撰稿,或到剧团演出,四处漂泊跌宕的人生经历,在张恨水的人生中又画上浓重一幕,据照02-1914年,张欣远正式改名为张恨水,取自他喜欢的李律的词,《相见欢》中,则是人生常混水长冬,时光一世,一句不回, 1915年,母亲着急抱歉子,作为家里的长子,张恨水义无反顾要承担家里相或传承之重担,于是,还在上海猛放肯木学校上学的张恨水被召放回家,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快点结婚,对孩子家人仍有幻想的张恨水纵有一千个不愿意也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过,他提出一个要求,想在订婚前看看未来这个老婆长啥样,提前了解下情况,这个要求不过分, 母亲和亲家都同意了,他与这位姑娘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徐家牌楼下,这位姑娘气质优雅,秀美端庄,总体满意,虽然是包办,但看在这姑娘脸长得还不错的份上,张恨水答应了这门亲事, 据照03张恨水答应了这门亲事,只是没有想到他被骗了,人生如戏,徐家不会是作戏高手,结婚单日,宾客散尽,张恨水掀开这位贼雅的新娘的盖头时,他整个人猛逼了,这眼前的女人根本就不是那天看到的,这个姑娘嘴虫是翘的,鼻梁是她的,身材是矮胖的,那天,张恨水看到的是徐家漂亮的二姑娘, 而自己许的是徐家根本嫁不出去的大姑娘,张恨水傻眼了,这等掉包技竟然从小说里搬到了现实中,郁闷无比的张恨水,还是不敢违背母亲的安排,只能逆来顺受,这个姑娘名叫徐大毛,张恨水觉得名字太难听,要求改名为徐文书,张恨水不愿意与徐文书在一起生活有四个理由,新娘徐文书相貌丑陋,他们缺乏感情基础,他也没有打算去培养,原因他见第一条, 他们没有共同话题,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姑娘,一个是整天憧憬才子家人的男子,很难有共同话题,没有生活情绪,好吧,鉴定完毕,姑娘出嫁等于出场了,徐家好不容易推销出去,退货,没门,张恨水有着想法也不敢说,他母亲这一关根本过不了,惹不起躲得起,婚后不久他就出去闯世界了,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去探亲,这段婚姻名很实亡, 徐文书在老家尽一个儿媳妇的责任,是后婆婆,一生没有自诉,张恨水对这段尽孝的婚姻,与鲁迅对朱恩一样,奉养一辈子,张恨水每个月都会给徐文书回生活费,直到他去世,04到1917年,张恨水去苏州跑龙套,过上了漂泊的日子,1919年秋,张恨水来到北京,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报考北京大学, 在北京,张恨水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太太,这位太太的名字叫做赵蒂,一听就知道是重门亲女家庭的女孩,她打小被管卖,给人家当家管,因为无法忍受主家的打骂,刺激逃了出来,张恨水在一个专门生养流浪女子的平民习役所遇进了胡昭蒂,1923年,两人举办了婚礼,这一年,她17岁,张恨水28岁, 婚后,张恨水为胡昭蒂更名为胡秋霞,取自王国名句,落霞与公勿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胡秋霞年轻活泼,而且绝对是张恨水生活上的贤妹柱,把她生活起居照顾得妥妥的,在胡秋霞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张恨水有